来近载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名师开讲齐全教室 欧老师的教学内容里面 我们在每个礼拜二跟每个礼拜四 同时间晚上十点半运通长青台 有兴趣的请你一定要务必锁定我们节目 我们今天进入到第十四集 我们提到了 跆拳道七梗围山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 什么叫做保送盘 什么叫做双沙盘 何谓保送盘 何谓双沙盘 我们先从数据来看 一般来讲我们知道 每天开盘之后从九点 开始现货 期货八点四十五开始 一路到收盘的时候 每天都有跟K线 而这个K线 它里面有提到什么东西 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跟最低 选择权 有没有 有 它也有K线 期货也有K线 你去看一下 打出你选择权的这个报价图之后 它能够去推换算 它的K线图是长怎样 它有它的K线 这个你要知道 那我们知道 在做动作之前 我们现在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说买进的时间点 我们先假设 你开盘价的时候做进场 简单一点 每天以10% 做这个报酬率来做讨论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买80点到100点 先不讨论你是买K线 还是买Pool 手续费2% 停地点说多少 10到12 因为100点的10%是10 2点是手续费 大概是12点 为保送盘 那如果这个行情是 无法赚到10% 那就为双砂盘 什么意思 什么是保送盘 什么是双砂盘 我们现在给它一个定义 就是说我今天开盘 就先买 我买来之后 如果今天的盘中 它无法让我赚到10% 那它就不是保送盘 那如果它能够让我赚到10% 不管我是做多还是做空 就是买Kan或是买Pool 它都能够让我赚到10% 这叫保送盘 因为你赚我也赚 如果说你跟我 都无法赚到一天赚10% 那叫双砂盘 我们把它定义清楚之后 我们再来看 以例子来说 这个是民国2008年5月的 9000点的Core 我们看到什么是 一开始是开96点 后来盘中拉到99点 杀到75点 最后散 拉回到93点 今天如果你是买93块的 你买96 卖93 小培3点 加2点手续费 所以说你买Core的话 有没有赚 没赚嘛 没什么赚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买Pool 我们来看这边 这个 开盘 开低 再80 反弹到89 最后杀到 杀到12 好 杀到这个地方 其实算是还蛮低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字的话 应该是 最低的话 应该是64 64 最低是 最低是收68 应该是68 这是68 杀12点 是杀12点 杀68 那如果你今天这样做的话呢 从80 杀到68 你做Pool 你赔12% 赔12点 所以从这个例子 我们知道什么事情 当天你如果是做Core 你赚不到10% 如果你做Pool 你是赔钱的 所以我们知道 何谓双砂盘 我买Core 还是买Pool 都赚不到10% 称为双砂盘 懂了吗 好 那何谓保送盘 这是2008年5月29号的 今天我买 我买这个Core 开盘买10点 买100点 盘中达到113点 收盘收到101点 100到113 有没有赚10% 有没有 有嘛 10%有了 做多是不是可以赚到钱 好 当天 的Put 8500的Put 我买81 最高来到118 收98 这样子有没有赚到10% 有 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 开始知道什么是 如果你买Core也赚 你买Put也赚 就要保送盘 大放送的盘 懂了吗 我们先把定义给定起来之后 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当你在看每天的 这个选择权的时候 它如果它的幅度 正幅 是以10% 比如说赌博嘛 我们不管是压多还是压空 就是输跟赢而已 那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说我今天买Core 跟买Put 买Core是赢的话 买Put是输的话 那么今天K线应该是怎么样 是红K版 如果今天我是买Core 是输的 买Put是赢的话 那今天应该是黑K 如果今天是买Core赢 买Core输 买Put也输 都输的话 表示这是一个引线 上引线或下引线 不够残的双砂盘 如果这个行情是 买Core跟买Put都赢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 上下引线都很够残的保送盘 懂得吗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来看K线 K线K线它到底告诉你什么事情 选择权它也有K线 这个你要记住了 你去看 报价里面都有选择权的K线 它如果是红K版 那可能是买Core 因为买Core是看多 买Core是赢的 买Put是输的 如果是黑K 那么买Put是赢的 买Core是输的 所以红色是看多赢 黑色是看空赢 那如果是引线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引线不够长 不管是上引线或下引线不够长的话 胶着盘 反正你买Core买Put全部都输 叫双砂盘 如果这个引线很长 例如说像高烂线 或是一个十字星线 你买Core跟买Put 你都能够赢 叫保送盘 所以保送盘跟双砂盘 在K线部分 它也能够告诉你这个讯息 好 那么我们来问 在每个月里面 双砂盘 大概会出现一到两次 保送盘 会出现四到五次 这个情况 跟我们的概念 还蛮接近的 有没有 这个月里面 K线出现出这个所谓高烂线 或是十字星 很长十字星 或是上下引线十字星 很长的话 多不多 不多 一天 一个月里面 挺多一次到两次 那如果这个盘 是出现出一个所谓这个 我们说的保送盘 我刚刚讲过了嘛 如果这个保送盘的话 就是说它有上下引线很长的话 那应该是属于几次 四到五次 双砂盘 应该是一到两次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对投证是很仁慈的 双砂盘 你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做多跟做空 都无法赚到钱 但损失也不大 如果是保送盘 那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都能够赚到 10%的一个利润 好 这属于保送跟双砂 你有这个概念之后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当你认为行情是属于一个 先盘后涨 那么你该怎么做 之前我们也教过你说 行情如果认为是看跌怎么做 看涨怎么做 看涨怎么做 看盘整怎么做 那如果是先盘整 后涨的话 怎么做 今天我们教你太极七场 这个是晋级跆拳道的红带 我们的级数营业越高了 怎么做 买进 买权 时间价差 买进 买权 时间价差 你透过旋转 你一做 做完这组合单之后 这是你的损意图 是长这样子 很奇怪 待会儿就教你怎么做 何谓梗 不动如山之稳重 像山一样稳重 就说这个行情是 如果是股票盘整之后见上涨 股价盘整之后见上涨 那么就是属于这个 不动如山稳定 之后开始往上涨 梗 梗为山嘛 好 那怎么做 何谓买进 买权 时间价差 这么做 你卖出一个晋约的买权 sell code 记住了喔 卖出晋约的买权 买进远越的买权 所以他所做的是什么 近越跟远越的差别 卖进买远 那因为都是call嘛 所以叫什么 所以说 何谓买进买权 时间价差 买权是指 我两边都是做买权 那何谓时间价差 那何谓时间价差 就是指 卖进月 买远月 就是不同月份 好 那这样的组合之后 会怎么样 你现在看到了 这一条线 就是说卖进月的call 这一条线是买远月的call 一组完之后 就是这个弧度 这个弧度 如果时间 如果价位 这个区间里面的话 你会赚钱 如果错的话 你会赔钱 赔多少 赔这样子而已 一点点而已 所以赚有限 赔也有限 但行情是属于盘整之后 往上走 那么你就能够赚到这个钱 它的特色是什么 特色是什么 我是买远月 卖进月 买远月 卖进月 为什么 因为我卖进月嘛 卖进月是在赚 时间价值的流失比较快 因为进月份嘛 比较快 买远月的意思是什么 时间价值流失的比较慢 所以时间价值在一块一慢之间 你就能够赚取权利金 就是指这个部分 懂得吗 我卖进月份的收权利金 我买远月的 我买远月的 时间价值金 比较 流失比较慢 所以一块一慢 你就能够赚到钱 那它有个特色 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 你的铝月价必须要一样 铝月价是一样的 还有 它是适合于盘整盘 当波动性小的时候 股价波动不大 肯定在这个区间里面波动 那么你就能够赚到这个钱 波动越小越好 而时间流失价值越快越好 所以它适用于什么 上有锅盖 下有铁板 那么你不管损失跟获利 都是有限的 赚 赚这一段 赔 赔这个区间 懂得吗 所以你先知道 当行情我认为是 先盘后展 我可以做买进 买全时间价差 那么你有这个概念知道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 实际去应用在 真实的盘面上的实际例子 该怎么做 我们今天的教学内容里面 如果你有兴趣 想索取资料的话呢 免费提供 欧老师在乘头顾 我们待会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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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关牌密码 空天雷点时成金专案 送您开盘十二新法 五大转折密集 八面向同步观察 操牌秘诀 加三个月轰动指标 来电速播 0223653255 吹KITIA 先用KITIA 吼昏朱 爸爸 二牌清理窗 专利复合是倒快 十米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歹勇 欢迎回到民事开讲齐全教室 今天教你太极七场 买进 买全 时间价差 这个急速已经进入到 所谓的这个 台湾道的这个宏带了 一级一级的往上做电高 同样的 何谓 买进 买全 时间价差 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说 小明 还是小明 当时在8月1号 指数在8000点附近 他认为这个行情的区间是这样子 8000点附近上下震荡 震荡幅度不大 好 这是他看法 而他认为这个行情是这样子 盘整完之后 开始往上涨 这是小明的看法 先盘整后涨 这样的看法能不能够做 可以 怎么做 做 买进 买全 时间价差 小明的做法是这样子 因为今天是8月1号 还有15天到期 他先做一个买进8月份的8100的call 就这个地方 因为他认为8100嘛 他买8100的call 买90点 这个报价来看的话 在哪里 8100的call 对过来就是这个 买90 有没有 90 同时间卖9月份 是远月份的 远月份的 8100的call 卖139 好 所以他必须负90点 然后收139 好 所以说这边 我们从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卖 卖进月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 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卖进月的 好 来更正一下 卖进月的 所以我这边应该是sell 远月的应该是buy 好 这个要更正一下 卖进月的 买远月的 所以他必须要负 他收90点 然后负139 这是他负的成本 那他这样一负完之后 我们知道 他最大的损失是多少 就是139减90嘛 就说 你看嘛 我今天 卖这个 这是我收下来的钱 这是我要付出去的钱 一来一晚 49 当行情 他如果看错的话呢 他赔在这个区间 的钱 多少 49点而已 好 8100为中间值 就是说在8100的这个中间值里面 他上下震荡 水平均点怎么算 以8100加90 以8100-139 为什么加90 就是这个数字 加90 8100加90 就是这个数字 水平均点 8100-139 就是这个水平均点 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指数涨超过 8190 或是跌到 7960以下 他会赔钱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知道 指数在8045 小明认为说 如果指数一旦涨到 8190以上 他认赔 如果跌的话 万一如果跌到 7961以下 他输 但如果在8100到7900 这个区间里面 8190到7961 这区间的话呢 他能够赚钱 懂了吗 赔的话 赔多少 赔49点 就是这一区块 如果万一跌到那么多 有没有 万一如果跌到7500 7600 他还是赔49点而已 如果涨超过 他不要赚 就这样子 好 那从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来去模拟一下 如果万一指数 涨超过8190 那小明会怎么样 小明 假设 当时 涨到8300 哇 起来并没有 从8045涨到8300 他损失多少 有没有 损失49点 刚刚不是跟你讲 2450 2450 2450 这是涨的情况 如果指数 当时是属于跌 跌在7961以下 他也赔49点 有没有 赔2450 就在区间里面 跟这区间里面 他赔 那如果说指数 在7961到81090 这个区间里面的话 他怎么样 他是赚的 他怎么赚 如果结算了 在刚刚在8100 8100的话 远月份的8100的扣 如果当时在100点 他要赚多少钱 你就把90加100 减139 就是51 他赚多少 赚2550 那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这数字怎么来的 他有个公式 最大利润是指 近期权利金 加上 就是远月份的 当时的40是多少 减去近月份的权利金 是他一个计算公式 也就是说 简单来讲 你只要知道说 当我结算的时候 我的这个远月份 的这个合约 他目前的点位在多少 100 你就把它拉过来 然后呢 这个是你付出 你收的 这个是你付出的 有没有 一来一往 这是你当时 一个近月一个圆月的嘛 一加一减 是51 这是2550 如果你有兴趣 想索取资料的话 你可以来电作索取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什么时候适合做 买进 买全 时间价差 单指数 你认为是怎样 先盘后涨 先盘再涨 或者是 近月份的波动率 比较大 远月份的波动率 比较小 而这个两个价差 超过15% 那么你适合做 买进 买全价差 懂得吗 时间 适合的情况 你知道之后 那么 最大风险是什么 刚刚跟你讲过了吗 远月全价金 减去近期的 就是一来一往 它就是你的投资成本嘛 顶多就是成本 歸零而已 利润是多少 这刚刚教过你的 水平点的话是以 高损益点 高损益点 就指哪一个点 就指这个点 高损益点 就指 旅月价加上 支付远期的 全力金 就是这个例子 8100 加上90 有没有 第一 随意平点 是什么 旅月价减去 收取近期的 全力金 就这个 有没有 好 那保证金的话 就是看他 当时所设定的 一个情况 那当你知道 知道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怎么样去学 买进 买全 时间价差 怎么做 第一步 你要先去算 当如果预估 行情是走一个区间盘 它是先盘整之后 结算后 开始往上涨 那么适合于 这个做法 就是说预估是盘整 先盘之后 再结算之后 记住了 盘整之前 是在结算前 盘整之后 开始涨 那你是不是 做一个做什么动作 卖出近月的 就是收全力金 盘整嘛 结算完之后 开始喷 因为你是买一个 远月份的嘛 所以合理啊 这是大概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知道 买进远月份的 卖出近月份的 就是这个做法 那旅月价怎么挑 挑 挑 时间价值 较高的旅月价 懂得吗 这个旅月价 不是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以技术面挑 支撑样压力 不是 你去看 哪个旅月价的时间价值最高 你以这个为基准 去挑 越接近价平的 一般来讲 价值越高 越接近价平 例如说 可能是刚才在8100 就是选8100 8150 就选8150 那要计算所谓的高跟低的 这个随意平衡点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了 好 所以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再给他做个归纳 何谓时间价 时间价差 买远月 卖近月 这叫做买进时间价差 那如果反过来 我可不可以买近月 卖远月 可以 你买近月 卖远月 就是说卖出时间价差 懂得吗 复习一遍 买进时间价差 是指我买远月份的 卖出时间价差 是指什么 我卖出远月份的 所以说这个时间价差 你把它记起来 卖出是指卖远月的 买进时间价差 是买远月的 懂得吗 这个很好记 如果你的资料 你来不及抄的话 没关系 利用广告的时候 资料可以免费索取 好 那所以我们知道 买进时间价差 它的获利来自于哪里 一个地方是来自于 时间价值的收入 一个是来自于 远月份波动率的升高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 它的损益平衡点 它的损益架构 跟这个卖出跨市 跟热市是类似的 是类似的 差哪里 卖出跨市跟热市 它的风险是无限的 而时间价差的做法是 风险是有限的 懂得吗 好 所以卖出时间价差 适合于什么地方 适合于行情大幅波动的时候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从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知道 整个买进时间价差 它对于你的操作里面 行情如果是先盘后展 是有所帮助的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什么 什么是价外多一档的操作方式 请看第十五集 跆拳道 八坑 八坑为地 你对我们教学资料里面 内容有兴趣 想索取的 免费索取 是乱进港口 就是要去购买街的游戏 冬天皮皮疙瘦 今天就泡温泉 每天大鱼大肉 好想吃点小吃 不说 你哪有一生的素食 想你驾我 到这里来来来 来吧 来吧 就这里来到南贵河当 股市投资 谁可以让您 利空平船时 总是动足基先 利多出镜时 总是高党获利 乘通投资 谁家具有证券 及期货 双证照的投资公司 拥有最专业的分析师群 最资深的研究团队 无论你是想要 投资股票或期货 将不用在股市中 单打独斗 乘通投资 带领您比别人早一步 迈向财富人生 乘通投资 值得突赴 0227525868 看似平静的海面 却隐藏著知名危机 那就是离岸流 离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与破碎浪形成 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 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 此时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 以免耗尽体力 大潮或退潮时 对 对 对 好 有空 有空 用